他買那種很黑色幽默的 現在這一條是我近期收的 我覺得最值得的一條 因為他這個一條也才 放著 不會很貴 大概2000 1000多2000 但是他這一條已經搶到全球 已經完全都沒有 因為他是一個 一個也是嘻哈歌手 然後他就是 當中那一位嗎 對 就全家老打到賽那一個 對 吵吵的那一個 他帶了這一條之後 所有全華流的巨星都在搶這一條 然後而且重點是我搶到是沒有標價 就沒有被標高的 所以才花1000多塊2000的價錢就買到 然後他可以這樣 可以拉大或拉小 然後直接這樣 然後就可以把它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西裝外套裡面 好好看喔 或者是你像我這樣穿高領的話 會把它弄短 其實它不貴嘛 不貴 但重點是 你如果是喜歡潮流的人看到這一條 你都會覺得說 它有在注意潮流的東西 接下來就是我的眼鏡好了 那我很喜歡收眼鏡 然後像這種 很輕 就是在室內或是你沒有化妝的時候 戴就會比較 看起來就會很有型 就是像我們有些時候 就是不想要讓自己看起來很疲勞的話 像這種眼鏡就很適合入手 然後前一陣子不是很流行像這種嗎 這個也很平 很小 這個很便宜 這個很適合你 對 反正就是 就是我會收很多眼鏡去 讓我的造型看起來比較有型 然後這就是我的耳環 我耳環也是很極端 我的要馬就是很小 這種小小的logo的這一種 這種小小的 然後就是你戴上去之後就是 可能輕輕的點綴 你就一看就 是個牌子 可是要馬另外一種就是像這種 整個就是大鏈子 這個牌子寫在哪裡 這個是一個台灣的一個造型 這個要寫牌子會像金文一樣 比如說你一個T恤 或者是那個西裝外套 然後像這樣子 對 一個大耳環 就會看起來是有型的 然後這個就是我從那個曼谷帶回來的 我覺得那個顏色好跳 顏色很漂亮 對 就很跳 然後就算你沒有很濃的妝 淡淡的妝 你戴這個你會看起來你很健康 所以我就很喜歡像這種 像這種黑色或什麼芥末色的衣服 綠色的配得很好看 對